本欄目由康维塔特约赞助播出 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33 我是裴函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新西兰总理杰斯英的尔邓即将重返工作岗位 新西兰统计局表示 二季度海外买家购房仅占2.8% 今天新闻中我们还将关注到 新西兰司法部长表态将严打洗钱活动 一起来关注详细内容 昨天还在修产假中的 新西兰总理杰斯英的尔邓 在他的Facebook上上传了一段视频 他表示将在本周回归工作岗位 温斯林·比特斯也即将卸任代总理 从杰斯英的尔邓6月生产至今 已修了5周的产假 本周新西兰总理将重新回到工作岗位 在他上传的视频中 他向大家透露了 尽管在休产假中 但他仍然在继续工作 除了陪伴孩子 几乎都在处理文件中度过 他表示将会在回国会的第一周 就参与讨论 对本届政府和对工党来说 非常重要的问题 预期将是就业方面的政策 届时他将和就业部长 威廉·杰克森 共同宣布细节 在视频中 杰斯英的尔邓相当的开心 一手拿着文件 一手在拍摄 并同时用脚在摇晃着摇篮 他开玩笑地表示 摇婴儿床是他这几周来 做的最努力的事 但是随着工作越来越多 距离回归岗位的日子 越来越近 他坐在摇篮边上 推动摇篮的次数 也越来越少了 他还通过视频和大家 分享了他休产假的时光 表示他和所有的母亲一样 经历了出为人母的喜悦和彷徨 杰斯英的尔邓表示 尽管他估计很快会忙到飞起来 但是依然非常期待会到工作当中 同时他还表达了 认可同事和代总理 温斯汀·比特斯所做的辛勤工作 据估计他将于周四会到国会上班 新西兰统计局的最新报告显示 海外买家的房屋成交量 从3.3%下滑到2.8% 总体降幅并不大 而这部分海外买家 包括居留签证持有者 和非公民人士 数据显示 今年第二季度 新西兰2.8%的房产 卖给了海外买家 在2018年6月这个季度里 房屋成交量高达39,627套 同比上涨1.8% 在这39,627套房产中 有8%卖给了居留签证持有者 另外有11%的房产 卖给了公司及其他商业机构 包括本国公民和海外买家 但这部分数据目前还没有详细披露 还有2.8%的房产 卖给了持有学生签证 或者工作签证的持有者 包含非公民人士 专家认为这些人 未来最容易受到新政的影响 在最受海外买家青睐的城市中 奥克兰排名第一 本季度共有741套房产 卖给了居留签证持有者 或非公民人士 紧随其后的是汉密尔顿 这里涉及海外买家的房屋 成交量为48套 其次是皇后镇 成交量为27套 据了解 此前业内人士担忧 日益频繁的海外交易活动 会推高房价 而为了严密监测房市动态 新西兰土地信息局开始定期发布 有关房地产交易和税务居民信息的季度报告 而房产交易数据 则是由新西兰统计局负责发布 统计局介绍 他们的数据主要来自于土地交易税务表 根据规定 在交割工作完成后 买家必须对自己的税务身份进行申报 表明自己是否为新西兰公民 居民 公签或学生签证持有者 数据显示 在上一季度的房产交易中 有19122位买家 因为是本国公民或居留签证持有者 所以没有申报税务信息 还有18960位买家表示 自己不是海外税务居民 而来自中国的海外税务居民 共有552位 另外有240位买家为澳洲税务居民 其中多数人曾经是新西兰公民 新西兰司法部长安德里头表示 新西兰已经签署了国际协议 受到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的监督 今后新西兰将会严打洗钱行为 上周新西兰司法部长安德里头 启动了一项公共宣传活动 呼吁更多的企业遵守反洗钱 与打击资助恐怖主义行径法案 安德里头表示 一旦该法案在未来10年内全部到位 执行的成本可能高达10亿纽币 而这样做的意义 是为了更好的保证 100多亿纽币现金的来源是干净的 根据新西兰警方金融情报部门的相关数据 每年在新西兰有高达13.5亿纽币的洗黑钱活动 涉及毒品与欺诈行为 如果将在新西兰境内洗黑钱的逃税金额 和海外犯罪所得计算在内 该数字会上升三倍甚至更多 有相关的律师表示 新西兰境内的犯罪收益 正在以0.2%到3.1%的增速回升 从这个月开始 律师们必须遵循反洗钱法的规定 并向警方报告任何可疑的活动 会计师也将从今年的10月1号起遵守该规定 而房地产经纪人则从明年年初开始 新西兰司法部长表示 新西兰已经签署了相关的国际协议 受到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的监督 新西兰律师协会执行董事Mary Vallial 也回应了该观点 她表示很少会有律师会故意协助犯罪活动 鉴于整套制度的建立 以及所有制衡措施都已到位 因此律师很难会对此类洗钱行为视而不见 今后银行也会根据反洗钱法的相关规定 来进行操作 因此人们在与律师会计和房地产经纪人进行接触 有大型交易的时候 也需要出示身份证件 新西兰教育部副部长Kevin Davis最近宣布 政府正在计划新西兰实现双语普及 让所有居民可以自由使用英语和毛利语进行沟通 该计划目标是希望在2025年之前 所有的学校普及毛利语教学 新西兰教育部副部长David表示 希望未来新西兰不同文化背景的居民 都可以在日常绘画中使用毛利语 希望今年出生的孩子未来在毛利语和英语之间可以无缝切换 政府也将大力普及毛利语增加教学力度 David表示还将制定两项毛利语教育计划 在霍林顿与十几名毛利语专家会面 征求他们的意见 这两项计划是整合教育资源系统 提升教师队伍 支持教师在课堂上提供毛利语教育 另一项计划旨在提高年轻人使用毛利语的能力 David表示并不期待所有人都能够流利的说毛利语 但起码希望所有人都能够掌握这种语言扩展自己 专家认为政府制定的2025年目标是保持毛利语文化的第一步 需要新西兰人全面接受毛利人在社区层面广泛使用毛利语 这一任务任中导演 现在一些规模大的学校已经有自己的毛利语教师 未来将培训更多的毛利语教师 在新西兰只有3.73%的人会说毛利语 目前Rotelura正在打造双语城市 对毛利文化的传播起到了关键作用 教育部长还表示毛利语的普及应该多管齐下 希望在未来孩子们在阅读写作聊天的时候 都可以自由的使用毛利语和英语 昨天晚上2018新澳中国际时尚文化周完美落幕 本次活动为期四天 呈现了三个国家独特文化背景影响下各具特色的时装 被誉为跨越半球的时尚 一起来看本台记者的特别报道 本次文化周由NAC国际集团 与NAC新澳中国际联合会共同主办 包括作品发布 品牌展览 模特大赛 时尚论坛等系列精彩活动 以3D时装展演 挖掘和推广新西兰 澳洲 中国3D青年设计师 及原创设计理念 为3D时尚领域孕育国际化先锋力量 与新鲜血液 作为新澳中时尚文化周的一项重要内容 昨晚的模特大赛 由NAC International Group精心打造 是新澳中选拔 推出优秀职业模特的高水平模特赛事 旨在打造新澳中地区最大 最具影响力的职业模特盛会 成为选拔和推广新澳中优秀职业模特的纽带 比赛可谓精彩分成耀眼夺目 模特们先后以时装 泳装 及正装等造型亮相 经过一番激烈的角逐 专业评委们的层层筛选 分别决出了最佳气质 最佳身材 最具上镜 最佳美肤 最具潜力 女模专业组冠亚继军 女模新兴组冠亚继军 以及男模冠亚继军等奖项 其中 18号超模以超完美的身材和甜美的笑容 收获了超模大赛的冠军 各组别冠亚继军将在今年9月赴中国 参加中国东盟国际时装周时装走秀 以及代表新西兰参加NAC超级模特大赛 全球总决赛 即颁奖典礼 7月26号晚上 怀卡托商会CEO的换届仪式 在汉密尔顿的Wintech大学内举办 来看本台记者发回的现场报道 仪式开始后 怀卡托商会新任CEO Chris Simpelson 表示非常荣幸能担任怀卡托商会CEO一职 同时介绍了自己 在过去工作中担任的角色和职责 Chris还说明了怀卡托商会 未来发展的方向和以后工作的重心 要围绕中央和地方政府制定的政策 来创造商业价值 加强和地方商会的紧密合作等 随后 怀卡托前任CEO William Durning上台发表讲话 对新任CEO Chris Simpelson的工作 给予了肯定 同时也总结了自己 在任期间的累累社果 以及对商会未来发展的希望 最后William非常隆重的感谢了妻子 对自己一如既往的支持和理解 活动现场还表演了毛利舞蹈 来送别William Durning 并为他送上了礼物 现场效果令人震撼 接下来是中心社新闻 画面中正在进行的是 2018年第16届全国大学生机器人大赛中的一场 身穿蓝色背心的便是最终夺冠的东北大学代表队 自2016年开始 他们已经连续夺得了三届该项赛事的桂冠 8月26日 他们还将代表中国出征亚太地区大学生机器人大赛 当地时间7月29日 记者就走进东北大学探访了这支长胜队伍 丛德恒教授是这支长胜队伍的主心骨 从第一届全国大学生机器人大赛开始 他就开始担任了这个团队的指导教师 17年来 他将教书以外的所有业余时间都放在了团队里 团队当中的学生换了一批又一批 只有他一直坚守在这个位置上 就连假期 他也是从早8点一直到晚上10点半 驻守在实验室当中 谈起这支冠军队伍 从教授最为兴奋的是 在2018年的比赛中 他们将机器人关键的零部件电机 从进口改用为国产电机 并研发出了一套与之匹配的无刷驱动器 让大学商机器人从集成进口零配件的拼装机器人 走向了自主研发加上国产配件的机器人 就是在之前我们机器人上使用的一些各种器件 比如说电机 驱动器 各种传感器 更像是芯片 等等 全是进口的 没有国产的 那么我们一直在想 就是如果就靠这样的 我们只做集成 只做集成对学生也有锻炼 但是只做集成拿出去比赛 即使获得冠军呢 我感觉意思也不大 从18年这次比赛 我们已经完全告别这个电机了 就是用国产的电机 把我们自己开发的这个无刷驱动器 就是那个很有划时代意义的这样一个东西 那么除此之外 就是我们从16年开始研发了 那个并使用的定位系统 就全场定位 那么这个很多高校 上百所高校 已经在采用我们这个定位系统 在实验室中 有一块大屏幕 上面以读秒的方式告诉在场的所有人 下一场比赛还有多久 虽然已经毕业了 并保验到其他学校 机器人团队的队长李承耀 仍旧留在了队伍里 他也是团队当中为数不多的三连贯成员 他认为 这个团队不仅让自己在实验应用上收益良多 更是让自己学到了如何进行团队合作 因为其实在大学生活中 其实就是来学习在接触在感受 就是特别是在实验室这边 你学到的不仅是一些实际训练制作过程中 学到一些东西 更多的还有一些团队合作呀 相互 就特别是团队里面的各种分工啊 合作沟通啊 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在之后 人生道路上也是应该是会非常有帮助的 在采访中 从教授告诉记者 竞赛是激发学生将所学应用于实验的很好途径 并且竞赛也让学生能够自己动脑解决问题 目前 这个团队已经有了多项自主研发成果 并培养了近万名学生 未来 团队还将研发更多与机器人相关的项目 让大学生机器人从拼装产品走向自主研发 好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更多资讯 请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TV33下华线NZ 大家也可以搜索微信号 TV33 News 或者通过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添加TV33观众互动微信号 和我们保持联系 稍后是明天的天气预报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再会 Rezyme 油漆是在新西兰设计及制造的 专为适应本地独特的气候与环境 Resin高品质油漆耐久耐用 适用于新西兰各地 加强GTG土方来帮忙 欢迎致电092162888 Tierta to半岛三卧房光猛舒适独立屋 仅73.6万 宽敞客厅摸灯厨房分开位于自动车库 近著名中小学 阿堅园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请电0274828838